如臨外史,第六回,香辛發病鬧船家,寡婦含冤控大伯,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,伸著兩個子頭,總不肯斷氣,幾個質疑和謝家人,都來控亂著問,有說為兩個人的,有說為兩件事的,有說為兩處田地的,分分不一,卻只管搖頭不是。 趙氏分開眾人,走上前道,老爺,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,你是為那盞燈你點的是兩徑燈草,不放心,恐廢了由,我如今挑釣一徑就是了。 說罷,忙走去挑釣一徑,眾人看嚴監生時,點一點頭,把手垂下,當時就沒了氣。 合家大小號哭起來,準備入臉,將寧舊停在第三層中堂內。 遲早打發幾個家人,小師,滿城去布桑。 族長嚴鎮先,領著合族一班人來吊校,都留著吃酒飯,領了校布回去。 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裡做生意,則指趙老漢在銀帳店請銀爐,這時也備了個祭禮來上門。 爭道掛起長番,念經追戰,趙氏領著小兒子,早晚在舊前舉哀。 火計捕從,丫鬟乃娘,人人掛孝,內外一片都是白。 漢漢罵過頭七,黃得黃人,科舉回來了,齊來吊校,留著過了一日去。 又過了三四日,嚴大老官也從省裡科舉了回來。 幾個兒子,都在這裏喪唐里,大老爹謝了行李,正和太太助著,吩咐拿水來洗臉。 早見二房女一個奶媽,領著一個小師,手裡捧著端盒和一個煎包,走進來道,二奶奶拜上大老爹,知道大老爺回家了,但熱孝在身,不便過來拜見,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,是二爺臨終時說好的,送給大老爹作個紀念。 就請大老爹過去,嚴共生打開看了,束身的兩套段子衣服,整整齊齊的二百兩銀子,滿心歡喜。 隨向太太封了八分銀子上封,第級奶媽,說道,上福二奶奶,多謝。 我即刻就過來,打發奶媽和小師去了,將衣服和銀子收好,又細問太太,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謝別敬,這是單流雨大老官的。 文筆,換了孝根,是了一條白布腰致。 走到哪邊去,到舊前叫聲老耳,乾號了幾聲,下了兩拜,肇事穿著重孝,出來拜謝,又叫兒子向伯伯蓋頭,哭著說道,我們苦命,他爺半路你丟下了我們,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。 嚴共生道,二奶奶,人生各品的授數,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,你現今有這個好兒子,慢慢的帶著他過活,焦慮什麼? 趙氏多謝了,請在書房裡擺飯,請二位舅爺來陪。 雖如,舅爺到了,作一座下,皇得到,今帝平日身體壯性,怎麼忽然一病,就不能起?我們自親的,也不曾多面別一別,甚是慘言。 嚴共生道,喜但二位親翁,就是我們弟兄一場,臨危也不得見一面。 但自古道,宮而忘思,國而忘家,我們科長是朝廷大典,你我為朝廷辦事,就是不顧私親,也還覺得於心無愧。 王得到,大先生在省,將有大半年了,嚴共生道,正是,因前任學台周老師舉了弟的休行,又替弟考出了供,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裡住,是做過英天朝願的,所以到省去會會他。 不想一見如故,就留著著了幾個月,又要同我結親,再三把第二個甘愛許譽二小兒子了。 王人道,在省就住在他家的嗎?嚴共生道,住在張靜齊家,他也是做過怨令的,是劏父母的世侄。 因在湯父母衙門女同籍吃酒認得,周親家處,就是靜齋先生執阿作伐。 王人道,可是哪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?嚴共生道,正是,王人帝個眼色與乃兄道,大哥,可記得就是野出回子那一番是來的了。 王得冷笑了一聲,一會擺上酒來,吃著又談。 王得道,今歲湯父母不曾入臉。 王人道,大哥,你不知道嗎?因湯父母前次入臉,都取種了些塵貓鼓老鼠的文章,不入時目,所以這次不曾來聘。 今科十幾位廉官,都是少年進士,專取有才氣的文章。 嚴共生道,這倒不然,才氣也須有法則,假若不照提毀,亂寫寫言鬧話,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。 就如我這周老師,即是法眼,取在一等前列,都是有法則的老手,今科小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。 嚴共生說此話,因他弟兄兩個,在周老師手裡都考的事異等,兩人聽者話,心裡明白,不講考考的事了。 酒席將難,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,湯父母著實動怒,多虧今帝看的破,息下來了。 嚴共生道,這是亡帝不濟,若是我在家,和湯父母說了,把王小義、王夢筒,這兩個怒才,腿也撼折了。 一個鄉身人家,由得百姓如此放肆,黃人道,凡事只是厚度說好,嚴共生把臉紅了一陣,又比此勸了幾杯酒。 奶媽抱著歌子出來道,奶奶叫問大老爹,二爺幾時開桑? 又不知今年山向可里,祖形你可以葬得,還是要沉地? 廢大老爹的心,同二位舅爺相宜,嚴共生道,你向奶奶說,我在家不多時擔角,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裡去周府招親。 你爺的事,托二位舅爺就是,祖形莊不得,要另沉地,等我回來斟著。 說罷,叫了妖,起身過去,二位也散了。過了幾日,大老爹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裡去了。 趙氏在家掌管家務,真個事淺過北斗,米爛成倉,奴卜成群,牛馬成行,享福到日。 不想黃天無眼,不幼善人,哪兒子出起天花來,發了一天熱,醫生來看,就說是個險證。 若你用了西國黃年,幾日不能冠章,把趙氏急得倒處求神許願,都事無益。 到七日上,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。趙氏此番的哭一,不但被不得哭大娘,並且被不得哭二爺,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。 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,打發孩子出去,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,商量要立大房裡第五個侄子承治。 二位舅爺愁隨到,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。 放且大先生又不在家,而只是他的,需要他自己情願。 我們如何硬做主?趙氏道,哥哥,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師,如今把個正經主移走了,這些家人小師都沒過依靠,這立志的是事緩不得的。 知道他白白幾時回來,隔壁第五個侄子才十二歲,立志過來,還怕我不會疼愛他,教導他。 哈白娘聽見這個話,恨不得雙手送過來,就是他白白回來,也沒得說。 你做扣扣的人,怎麼做不得主?黃德道,也罷,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。 黃仁道,大哥,這是哪女話?忠治大事,我們愛性如何做得主?如今姑姑奶奶若是急的狠,只好我弟兄兩人合寫一信。 他這女叫一個家人,連夜到省裡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。黃德道,這話最好,料你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。黃仁搖著頭笑道,大哥,這話也且在看。 但是不得不如此做。趙氏聽了這話,不著摸頭,只得依著言語,寫了一封信,顯家人來父連夜父省接大老爹。來父來到省城,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。 到料遇處門口,只見四個大紅黑帽子的,手裡拿著鞭子,站在門口,嚇了一跳,不敢進去。 站了一會,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,才叫他領了進去。看見躺上,中間擺著一成彩繳,彩繳旁邊樹著一柄遮陽,遮陽上貼著, 即皆願正堂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,頭戴沙帽,身穿圓滿街服,腳下粉底做蝦。來父上前蓋了頭,遞上書信。 大老爹接著看了道,我知道了,我家義相公公起,你且在這女時後。來父下來,上廚房裡,看見廚子在那女辦。 新人房在樓上,只見擺得紅紅綠綠的,來父不敢上去。 直到太陽偏西,不見一個吹首來,而相公帶著身荒巾,披著紅簾著花,前前後後的走著著急,問吹首枕的不來。 大老爹在廳上釀成一片聲,叫四斗子快泉吹打的。 四斗子道,今日是個好日子,八錢銀子一班叫吹首還叫不動,老爹吸了他二錢四分銀子,又還扣他二分凳頭,又叫張虎里鴨著他來,他不知今日應成了幾家。 他這個時候枕得來,大老爹發怒道,放狗屁,快替我去,來遲了,連你一頓嘴巴。 四斗子孤都著嘴,一路水滑了出去,說道,從早上到此刻,一碗飯也不給人吃,偏偏有這些臭牌搶。 說罷去了,直到上登時候,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,台新人的巧夫和那些大紅黑帽子的又吹得緊。 聽上的客說道,也不必等吹首,吉時已到,且去迎親罷。 將掌線前起來,四個大紅黑帽子的開道,來父跟著瞅,一直來到周家。 那周家躺廳甚大,雖然點著幾盞燈竹,天井里卻是不亮,這女又沒過吹打的, 只得這四個大紅黑帽子的,一連聲的,在黑天井里呼哭,哭過不停。 來父看見,不好意思,叫他不要哭了。 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,拜上嚴老爺,有吹打的就發巧,沒吹打的不發巧。 正吵鬧著,四斗子領了兩個催手趕來,一個催燒,一個打鼓,在廳上滴滴搭搭的總不成個腔吊,兩邊聽的人,笑個不住。 周家鬧了一回,沒奈何,只得把新人巧子發來了。 新人進門,不必細說,過了幾朝,叫來富和四斗子去顧了兩子高要船,那船家就是高要怨的人。兩子大船,銀十二兩,納約到高要富銀。 一隻坐的是新郎新娘,一隻鹽共生自助,擇了吉日,慈別親家。 借了一副朝怨正堂的金字牌,一副縮正迴避的白粉底,四斤門輪,插在船上。 又叫了一班催手,開羅掌傘,吹打上船。 船家十分畏懼,小心服侍,一路無話。 那日,張道高要怨,不過二三十里露了,嚴共生座在船倉里,忽然一時頭暈上來,兩眼分花,口淚作惡心。 吐出許多清潭來,來富和四斗子,一邊一個,假著博子,指示要跌。 嚴共生口裡叫道,不好,不好,叫四斗子快去燒起一壺開水來,四斗子把他放了碎下,一星折一星的亨,四斗子方亡和船家燒了開水,拿進倉來。 嚴共生張若時開了雙子,取出一方雲片高來,若有十多片,一片一片剝著,吃了幾片,將肚子游著,放了兩個大屁,立刻好了。 剩下幾片雲片高,各在後鵝口板上,半日也不來茶點,那掌陀家掌害蠶爐,左手把雀陀,右手黏來,一片片的送進嘴裡來,嚴共生子莊不漢見。 笑客船靠了碼頭,嚴共生叫來父快快的叫兩成轎子來,將二相公和新娘先送到家裡去,又叫舍碼頭人公把雙龍都搬了上岸,把自己的行李,也搬上了岸。 船家水手,都來討起錢,嚴共生轉身走進倉來,眼張失落的,四面看了一糟,問四斗子道,我的藥往那裡去了? 四斗子道,何曾有甚藥?嚴共生道,方才我吃的不是藥,分明放在船板上的,那掌陀的道,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高,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,小的大膽就吃了。 嚴共生道,吃了?好賤的雲片高,你曉得我這裡頭是些什麼東西?掌陀的道,雲片高不過是些瓜人,核桃,羊糖,麵粉造成的了,有什麼東西? 嚴共生發怒道,放你的狗屁,我因數日有個雲病,廢了幾百兩銀子合了者一了藥,是省女將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心,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年。 嚴共生道,你這奴才,諸八戒吃人心果,全不知滋味,說的好容易。 嚴共生道,方才這幾片,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,半夜裡不見了輪頭子,朗到插土裡,指示我將來再發了雲病,卻拿什麼藥來醫。 你這奴才,害我不淺,叫四斗子開拜俠,寫貼紙,送這奴才到湯老爺牙裡去,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。 掌陀的客鳥,陪著笑念道,小的剛才吃的甜甜的,不知道是藥,還以為是雲片高。 嚴共生道,還說是雲片高,再說雲片高,先打你幾個嘴巴。 說著,以把貼紙寫了,第級四斗子,四斗子方忙走上岸去,哪些搬行你的人幫船家攔著。 兩子船上船家都荒了,一起到,嚴老爺,而今是他不是,不該錯吃了嚴老爺的藥,但他是個窮人,就是連船都賣了,也不能陪老爺這幾十兩銀子。 若是送到怨你,他那女擔得住,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開恩,高而貴手,說過他吧。 嚴共生越發腦得暴躁如雷,搬行你的腳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到,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。 方才若不是如著緊的問嚴老爺要走前起錢,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。 都是你們難住,那嚴老爺才查到這個藥。 如今自知你虧,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蓋頭討擾。 難道你們不陪嚴老爺的藥,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省。 眾人一起逼著掌陀的蓋了幾個頭,嚴共生轉彎道,既然你眾人說情,我又喜事重重,且放著這奴才,再和他慢慢算帳,不怕他飛上天去。 馬筆,楊長上了轎,行你和小師跟著,一空去了,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了,嚴共生回家,忙領了兒子,和媳婦拜家堂又忙著請奶奶來一同拜壽。 他太太正在房裡台東台西,鬧的亂紅紅的,嚴共生走來道,你忙什麼? 他太太道,你難道不知道家裡房子太窄,總共只得這一間上房,識虎身身的,又是大家子姑娘,你不讓給他住。 嚴共生道,嘿,我早已打算定了,要你合望,以防女高防大下的,不好住。 太太道,他有房子,憑什麼給你的兒子住。 嚴共生道,他以防無子,不要立字的。 太太道,這不成,他要過繼我們第五個里。 嚴共生道,這都由他媽?他算是個什麼東西?我替義房納治,與他什麼相干? 他太太聽了這話,正摸不著頭腦。 只見照是顯人來說,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來,叫請大老爺說話,我們二位扣老爺也在那邊。 嚴共生便走過來,見了皇德皇人,知乎也這了一頓,便叫過幾個管事的人來吩咐,將政宅打掃出來,明日二相公和二娘來住。 照是聽得,還以為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,便請舅爺說道,哥哥,大爺方才怎樣說。 色父過來,自然在後一層,我照常住在前面,才好早晚照顧,怎能叫我搬到那裡去。 色父住著正屋,婆婆倒著著雙房,天地世間,也沒有這個道理。 黃人道,你且不要芳,隨他說著,自然有個商議。 說罷,走出去了,彼此說了兩句話,又吃了一杯茶。 黃家小師走來說,同學的朋友等著作吻妹。 二位慈別去了,嚴共生送了回來,拉一把椅子坐下,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,吩咐道,我家二相公,明日過來承繼了,是你們的新主人,需要小心事後。 照新娘是沒有兒女的,二相公只認得她是父妾,她也沒有權利佔著正屋的,吩咐你們識父子把裙屋打掃兩間,替她把東西搬過去,騰出正屋來,好讓二相公歇宿。 彼此也要避過嫌疑,二相公稱呼她新娘,她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。 再過幾日,二娘來了,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,然後二相公過去作吻。 我們鄉新人家,這些大禮,都是媽夫不得的,你們各人管的填房利息帳目,都連夜傳送清完,先送給我逐一世看過,好交給二相公茶點,給不得二老爺在日,小老婆當家,行著你們這些奴才蒙隆作弊。 此後若有一點欺忍,我把你們這些奴才,三十版一個,還要送到趙老爺衙門旅,追公本飯米呢? 眾人應樂下去,大老爺過那邊去了,這些家人識負,領了大老爺的言語,來吹趙氏搬房,被趙氏一頓臭罵,又不敢馬上就搬。 平日嫌趙氏莊尊,作威作福的人,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呂說,大老爺吩咐的話,我們怎敢為爽? 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,他若認真動了氣,我們怎樣了得?趙氏浩天大哭,哭了又馬,馬了又哭,足足罵了一夜。 次日,一成轎子,抬到怨衙門口,正直湯之怨坐祖堂,就哭了冤。 知怨叫弟進遲來,隨即批出養族親處福,趙氏備了幾席走,請來家裡。 族長嚴震仙,乃城中十二都的鄉若,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,今須助在這裏,只說道,我須是族長,但這是以親房為主,老爺批處,我也只好拿這話回老爺。 那兩位扣爺王德王人,坐著就像泥素木雕的一般,總不知一個可否,那開米店的趙老二,且銀爐的趙老漢,本來見不得長面,才要開口說話,被嚴共生增眼睛燈了一眼,又不敢言語了。 兩個人自心裡也才惑到,姑奶奶平日子敬仲的王家哥兒兩個,把我們不理不睬,我們沒理由,今日為他得罪嚴老大,老虎樓上撲瘡形枕的,樂得做好好先生,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葉窩上螞蟻一般。 見眾人都不說話,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,掃說這些鬆錢以往的話,掃了又哭,哭了又掃,徐空敷腳,好造一片,嚴共生聽著,不耐煩到,像者潑苦,真是小家子出身。 我們鄉親人家,哪有這樣規矩?不要煩惱了我的聖子,抽著頭髮,抽打一頓,立刻叫梅人來領出發的。 趙氏越發哭哭起來,哭得半天雲你都聽見,要奔出來抽他,撕他,是幾個家人息苦勸住了。 眾人見不是事,也把嚴共生扯了回去,當下各自散了,次日相以捨福情,黃德黃人說,身在紅宮,騙子不入宮門。 不肯列明,嚴震仙子得混帳福了幾句話,說,趙氏本是妾,扶正也是有據的。嚴共生說與律例不合,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,也是事實。 明後大老爺天段,哪湯之怨也是妾生的兒子,見了福情道,律徹大法,你信人情,這共生也剔多事了。 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話,說,趙氏的符過精,不應只管說是妾,如嚴共生不願將兒子承繼,由趙氏自行簡擇,立言立愛可也。 嚴共生看了這批,那頭上的伙直無了有十幾象,隨即寫情到府里去告。 府尊也是有妾的,看著覺得多事,令高要願查案。 知願查上案去,批了個知長矯,嚴共生更急了,到省府案察施一撞,司批世故父府怨控你,嚴共生沒法了,回不得頭。 想到,周學道士親家一族,趕到經理求了周學道在暴旅告下葬來,無必要證明婚。 只因這一去,有婚教,多年名宿,今番又絕高科,應盡少年,一舉便登上帝。 不知嚴共生告葬得准否,且聽下回分解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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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